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许多民众的理想选择 埋线到底要怎么埋 让专业医师来告诉你 就是其实这个线我们埋进去之后 我们这种线是可吸收的线 那线在吸收的过程中 会刺激周围的组织产生一些发炎反应 这个发炎反应就是我们刺激我们身体会自身我们胶原蛋白 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房间的这些可吸收线 在一年内它会裂解掉会这些身体吸收掉 那因为真正的胶原蛋白会持续维持一个固定的拉体力 所以就可以在一个线裂解过程之后 还维持拉体力持续到两年左右的时间 就是以前这种可吸收线 它虽然有倒钩有倒刺 但是它其实是经过切割造成的 但是现在这个新的这个鱼骨线 它就是一体成型 直接做的时候就把旁边的刺钩子做出来 比较不会影响到中轴的这种轴性的一个支撑力 还有就是以前的这些线 外面都没有一个包围的一些抗菌的一个材质 如果现在还有一个就是优点就是它 外面会有一个包袱抗菌性的材质 当中身体里面它大概两到三周之内 它会抑制这个细菌之身 然后那就防止感染的产生 可惜说这种线的材质 它其实运用在外科手术里面其实已经好几十年了 所以就是在人体啊 就是比如说你埋进去之后 产生的不管是过敏反应、放映反应 这种几率就是很低的 因为这个其实以前啊 这些线材的材质都拿来缝心脏啊等等 这个是比较里面啊 器官的一个缝合啊 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就是要产生一个排斥啊 或是过敏反应的几率很低 这个鱼骨线像说它是一个一体成型 它就中轴然后从旁边它的沟都直接一起做出来的 这种的就是你不会影响它中轴的一个支撑度啦 所以就是埋进去之后 不会因为我们切割的方式 导致某些地方可能会比较脆弱的现象 那体力会有受影响 这个一体成型的会有这个好处 再来就是它持续时间的话 因为它身体里面还是跟其他线一样 大概一年内左右会吸收掉 但这个持续时间啊 后续就是刺激胶原蛋白增生 增生的然后你流失的多快 就是因人而异 大部分你都可以撑到一两年左右 基本上这个线材经过吸收之后啊 就是会被人体的完全代谢掉 不会有安全上的一个顾虑啦 就是这个已经使用到几十年了 在医学上 所以就是比较安全 安全上不是不用太担心的 再来就是民众要怎么选择哪一种线材呢 这个通常就要经过意识 跟意识的讨论过后 需要就是达到的一个目的 以及就是希望的一个效果 去选择种类以及需要的一个 线的一个调述 因人而异啦 这我觉得是一个客制化的一个治疗方式 麻烈线拉底它毕竟是侵入室的 以及它有个优点它是立即有效的 所以就比较适合那种 我可以接受侵入室的 我可以接受打针啊 就是这种有一个侵入室 针头进去的这种客人 要克服中心理障碍 以及就是我希望立即有效 因为麻烈线有倒勾啊 倒刺啊 所以它立即就可以把整个我们松弛的软组织 给拉提起来 我觉得就是在宿前之前呢 一定要跟医生讨论好 就是要先看看这个客户啊 适不适合做麻烈线治疗 是不是可以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确定是要做麻烈线治疗 是可以就是治愈他的这个问题的 然后再来就是去选择这个线材 选择这个线材种类 以及选择这个调述 这个跟客人的本身的条件有关系 他年龄啊 松弛程度啊 以及想要达到的多好的效果 这都要去先做宿前的一个讨论 宿后的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一开始会有一个伤口嘛 毕竟三到四天才会伤口慢慢愈合 那建议在两周的时间内啊 这比较安全的一个时间内啊 尽量不要去一些会容易伤口感染的一个地方啊 比如说你去增济室啊 做伤啊 或是去三温暖啊 烤箱啊 或是去做一些游泳啊 泡温泉啊这一类 会容易去影响到你的伤口愈合 影响到伤口可能会感染的状况 以及不要去搓揉你的埋线的地方 会可能会造成线材的疑味 那或是大笑 做一个张大嘴看牙医啊 或是吃那种汉堡这种大张口的这种姿势 可能也会影响到线材疑味的问题 前两周尽量都要避免这种的一个动作产生啦 好 好 好